立足勾染 勾染是现在讲的染污 最重要是我们的心 心不能被外界染污 自己不能染污自己 什么是染污自己呢 执着生生活 执着念头是我的心 身是我的身 身体是我的身 这是染污 你的身心都染污了 谁染污 自己染污自己 自己迷惑颠倒的染污 这是染污的根本 那么说佛第一个 叫你放下身心世界 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 不再执着能够思维想象的 这个念头是我的心 不再执着的 我可以用它 我不能被它 搀扶住 这才能得自在啊 几个人能够摆脱 摆脱掉了 你就成圣人了 你就不是凡夫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不执着这个身生活 不执着能够思维 其心动念的是我的心 你就真的是托反抗 在大臣呢 你就是 是性里面的初性位菩萨 佛陀学校 小学一年级 你就上学了 小学一年级 位置很低啊 但是他是圣人 他不是凡夫 啊 怎么说是圣人呢 他虽然没有离开六大轮回 他决定不躲三国道 这个利益啊 我们没有啊 啊 为什么不躲三国道 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 正确 没错 啊 这个身 地确不是我 其心动念 不是我的心 啊 世间所有一切法 没有跟我是对立的 边界破了 我们跟这个对立 跟那个对立 错误 这带来无量无边的烦恼 啊 成见没有了 自以为是 这个念头断掉了 啊 任何人的意见 都能听得下去 有智慧 能够鉴别 他是正 还是邪 有能力处理 有能力处理问题 啊 众生 错误的观念 有时候要随身 有时候不能随身 什么时候能随身 什么时候不能随身 智慧 智慧 决定 啊 能跟大众 鸿木相处 能把事情 办得圆圆满满 啊 能忍 能让 啊 心情不能成不能够 看到好的效果 再等十年 再等二十年 他能等 他有忍耐的功夫 他知道什么时候语言成熟 什么时候语言不成熟 清清楚楚 明明对不 啊 所以 够 日安 够是属于自己的 本身的烦恼 人是外来的 啊 是外面环境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自然环境 燃物 啊 自己 燃物自己的 这就是 贪嗔痴慢矣 啊 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是个根源 啊 贪嗔痴慢 其情无欲 这是内 里面的 狗 外面 财嗔痴慢 是水 这是人 啊 五欲 六尘 啊 是外面的人 统统要离开啊 不把他放在心上 你的亲近心 就得到了 古悦 七心 亲近 啊 真正得到亲近 你真的 阿鲁汉 披着佛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